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要怎么样面对变形的乳头和乳孕 拥有适当比例的乳头和乳孕 对整体乳房的美观和平衡性是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根据研究一般亚洲女性乳孕的宽度大概是3-5公分 平均是4公分左右 乳头大概是占整个乳孕宽度的1分之1 那高度大概是0.7到1公分左右 那手术之前其实我们会根据每个人他的身高 他的乳房大小和个人的喜好去设计比较适当大小的乳头 那针对乳头过长的话呢 一般呢我们是使用环形切除法 就是呢把底部多余的地方呢整层的切除 接下来呢就可以降低他的高度 那针对有些人啊 他是乳头呢过于宽大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设计呢新的宽度 在乳头的侧面和顶面呢做一些楔形的切除 再把它重新缝合 这样一来呢他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乳头的大小 然后也可以修整掉呢旁边呢比较不规则的突出 那有些人的问题呢是乳孕变大 那目前呢也可以透过手术 我们会从呢乳孕和正常皮肤的交界的切口进去 接着呢再把多余的乳孕呢做整圈的切除 再利用呢人体相容的线材呢 把外层的皮肤呢像甜甜圈一样呢向内缝合收紧 使乳孕呢达到一个适当的宽度 那每个人可以缩的大小呢 还是要看个人乳房的条件来决定 那其实呢这些乳头与乳孕的小手术 都可以呢和胸部的其他疗程呢 来一起合并进行 像是肠后的体乳 自体脂肪丰休 或是甲体龙乳等 经历过呢怀孕和生产的过程呢 才会知道呢人体的弹性有多么的大 一般来说呢在产后 赫尔蒙呢会逐渐恢复到呢产前的状态 而在产后六个月呢 我们的身体呢也会慢慢的恢复到呢 产前的一个弹性 所以呢会建议等生产之后的六个月 那等主房组织呢到达一个稳定的状态之后呢 再来进行手术 那针对呢有哺乳的妈妈们呢 也会建议呢停止哺乳后六个月呢 再来接受手术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所以呢对于各位妈妈们 不用太过紧张与担心 透过一些适当的治疗方式呢 还是可以让我们产后呢 变形的乳房呢 重新呢找回年轻时候的美丽与自信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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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